出身白河的企业家张志玉 特别佣于的阿爸张庆芳的名义 来关前一役 向台南市政府 在白河地区行政一座新的导书馆 港帝在疫光一九年 顺利照表 市政委体日前的特别增悟市场 了解目前导书馆的政党 有个在今年七月底来完工 并在在一月份开館开用 现在围兵当中看到的见到 就是当于行政当中的张庆芳企业导书馆 这个图书馆是有白河的企业家张志玉生姓 关正是有所幸运的 为了白河国小的旅行的旁边 整个建立的亚比过去的图书馆更大 无法给亚的这支合作公司 来搭着完成的外套空间 那整个图书馆总共有三层楼 将近有七百多坪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比旧有的白河区图 可以说设备更为完备 空间也增大了 所以包括分林分众的一个区域 也做得比以前更加的完备 那相信这个图书馆完成之后 一定会带给白河地区 大家爱好阅读的朋友们 大家有一个更好的阅读环境 同时文化局这边也会协助 区图书馆这边在新图完成之后 那提供更多的一些图书 让图书馆里面不管是在硬体软体 各方面都能够更加的兼备 带动整个白河区 地区大家对于阅读的一个风气 为了了解这个图书馆的冠定进度 市长文化局日常也特别整公司 市长共条 这个图书馆未来的组织会比过去到这 就算没有组织也能透过其他图书馆来钓书 希望给民众可以允许外的好习馆 因为我们图书馆采取连线 有一些这个图书馆没有收藏 都可以横向的钓月 可以从别的图书馆钓书来支援 这是我们因为台南市幅员很辽阔 其实坦白讲这样子都需要很多成本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图书服务做到最好 那谢谢张青芳家族对于台南市 对于台湾的爱 对于白河的爱 我们一定会好好使用这个图书馆 能够提供给市民最好 最大 最完美的服务 无情这些图书馆的工程已经完成高兴 尤其在七月底正式来完工 在一月份开关开用 也将提供情绪四天和会议社典豐富的空间 将成为白河地区重要的公共建筑 既然我无议白河区 彩虹不得